少年忍痛不看牙医 竟然发现口内肿瘤 虽然看牙医是蛮可怕的经验 但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最好要每半年看一次牙医 做定期的口腔检查 根据中国新烂网的报道 一名青少年就因为忍住牙痛长达一年 久久不去看牙医 而得承受严重的后果 来自于中国杭州的15岁青少年 一年前就开始有轻微的牙痛 但他却觉得这不会影响到他的日常活动 而选择不去看牙医 他的牙痛渐渐加剧 家人总算决定在8月底带他去看牙医 结果原来这名少年的病 比牙疼还更严重 经过扫描后发现 他下额骨中竟然有一个肿瘤 该肿瘤叫做陈幼细胞瘤 这在他的额骨中造成了一个大洞 还在其他骨骼中造成了裂缝 医生表示陈幼细胞瘤发展得很缓慢 但却具有极大的侵略性 万一肿瘤没有完全移除 就可能会再复发 幸好这肿瘤并不会扩散到身体各处 医生最后必须将少年的下巴骨移除 才能切除肿瘤 之后再重建他的下巴骨 而根据奇卢晚报的报道 下巴骨重建是口腔手术中最困难的一种 目前少年的身体状况 已经从重大手术中渐渐恢复 在接受直压后 他应该可以完全康复并正常进食 所以这边奉劝各位若是有牙痛 千万不要拖延看医生 千万不要拖延看医生 千万不要拖延看医生